相比赵丽颖那句《我要带你们回家》,热巴这句更让我澎湃激昂,《楚桥传》已经收官一段时间了,但是话题热度一直未减,大家对赵丽颖饰演的那个英姿再爽的女战神形象还历历在目,印象深刻,特别是那一句out quote,《我要带你们回家out quote》,每次想起都令人澎湃激昂,振奋人心,赵丽颖塑造的楚桥, 太完美了,完美到无法复制,在现在热播剧迪丽热巴主演的秦时丽颖宁悦心,迪丽热巴塑造的丽姬也是非常的完美,也是大女主戏,相比楚桥,丽姬多了许多女人味,她可以温柔如水,可以小鸟依人,也可以秒变女战士上阵杀敌,女友力十足,独自救出夫君,是大家期目中的女英雄, 虽然丽姬和楚桥无法相提并论,但是这样的女子形象,也很让人崇拜,每当看到楚桥披上戎装,上阵杀敌的画面,霸气十足,再看到丽姬披上戎装的画面,也是一副经过不让须眉的女英雄, 在最新的剧情中,丽姬,为了让营正平安,离开邯郸,来了个调虎离山之际,丽姬坐着华丽的马车,去引开赵家的注意,看到丽姬出来,赵家才知道上当了,为了保护最爱之人,一位女子孤军奋战,带着一对秦国的黑军抵抗赵国的军队,那一句大秦黑军听令,杀,瞬间气场十足,霸气外露, 这时候的丽姬真是帅呆了,把戏外的观众都震慑,到了,气势,完全可以跟楚桥那句,我要带你们回家相比,十分振奋人心,楚桥和丽姬都是经过不让须眉的女子,她们勇敢坚强,独立聪慧,再也男人为天的古代,凭一己之力创出一片天来,是所有女子的典范,但是丽姬又不同于楚桥, 她的感情更细腻,因为她有多重身份,是人妻,也是人母,正是多了这些,她才更丰满,对于赵丽颖和迪丽热巴塑造的形象,两人的演绎都是完美的,从古到今,这样独立勇敢的女子形象都深得人心,她们就是现代女子的典范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订阅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